好 另外来看到根据统计 败血症发生率逐年上升 而这种突发疾病啊 对家人来说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了 研究团队发现高达23.5%的败血症患者 配偶产生焦虑忧郁的心理疾病 主要风险因子包含年龄较高 女性及家庭经济支持度低 医生说明重症病情不止影响病患 对照顾者而言压力也不小 台中荣总利用全人口健康资料 分析败血症病患配偶出院后的状况 发现配偶会出现焦虑忧郁等心理疾病 根据统计全世界死亡的人口 其实五分之一是死于败血症 台中荣总最近针对我们的健保资料库 六万六千多个病人 后来发现说其实败血症的患者 其实他对家人的心理冲击很大 有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点五percent的配偶 其实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或情绪的障碍 包括焦虑症 那还有一些像忧郁症 躁郁症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包括有一些 腰无滥用 当然腰无滥用包括像酒精滥用 台中荣总团队根据2013年到2017年的资料 分析六万多名败血症患者配偶出院后续追踪 将近七年发现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点五的配偶 产生焦虑情绪障碍等心理疾病 医生也分析重要的风险因子 分析它的危险因子 那比较高的危险因子是包括女性 年纪大 另外就是有一些共病 最主要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骨质疏松 收入比较低的 未来就是败血症之后 配偶未来会比较容易得到心理疾病 病患照顾者的心理压力常常被忽视 新冠疫情延收两年多 疫情下劝诊者辛苦照顾者更是煎熬 医生也呼吁病患家属 若有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状况 要寻求专业管道治疗 所以会开始关注到家属这一块 那像新冠肺炎让大家更注重这个问题 家人得新冠肺炎 其实家人的心理压力很大 也会提醒配偶 其实回去如果压力很大 要记得要求助 所以回来门诊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病人 可是可能需要照顾的是两个人 除了照顾重症病患 更要随时关注病患家属的心理健康需求 让照顾之路不孤单